上一期讲到,抄袭事件越吵越热 聂丝宇被股东逼得离职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,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聂丝宇和江南到了纽约,开始他们的故地重游之旅 而程志泽因为一直联系不上他们 一夜没睡都挤出熊猫眼了,对他们担心得要命 程瑞安排张小涵和泰戈尔见面 商谈合作的事情,他让张小涵利用时尚尖端 替泰戈尔的作品做宣传 而泰戈尔把这个系列的独家报道都交给张小涵 张小涵因此当上了主编,他马上就打电话给程瑞 说明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可以进行商谈了 张小涵说了公事之后,又对冷夏没有动作有些担心 让程瑞把冷夏的事情解决了 江南和聂思雨刚到纽约还在收拾行李 冷夏打电话来,江南借口下楼接转换插头接了电话 张小涵靠着程瑞爬到了主编的位置,还在针对聂思雨 冷夏把张小涵要针对星木和聂思雨 做一系列负面报道的事情告诉江南 让江南隐瞒好这件事情,免得聂思雨受到影响 高齐跟聂振强汇报了工作,看是否需要做些什么 以平息网上的负面影响,而聂振强则让高齐 把精力都用在新品发布会上,要求新品一炮打响 警察来找冷夏了解情况,恰好高总也在他家里 冷夏已经摆脱嫌疑,但是接下来还需要继续配合调查 去吃饭的路上,冷夏接到了威胁短信 吓得他直接把手机给弄掉了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预知后事如何,请看一下回分解